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宜,我已所行四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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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这种藏文的书,我们考格西的话,因为它是分三大士,每一年轮流。 我第一年考试这个是从浙邦,到第二年是瑟拉,第三年是甘丹,第四年是浙邦,第五年是浙邦,第六年是甘丹。 那我們在那邊的地理的話 來講 澤邦寺跟甘丹寺的距離還蠻近 所以那時候搬金書還好 不會沒有很辛苦 可是要搬金書等於說 我們那邊因為自己又很愛金書 我不放心 我們就是買一個鐵的箱子 好像全部是鋁的 那個鐵的這樣專門到 一把金書放好 可是那很重 要帶五六十本金書 然後搬上搬下 那都已經是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記得說這樣子帶衝 那最困難的辛苦是從 澤邦要到去設拉 因為它超過大概五百多公里的路 我一個人就帶五十多公斤的書的話 我們澤邦那邊譬如說那一年參加考試 有兩百多人要去考試的話 每一個人都疊起來 記得還說什麼 到卡車 你看它疊完之後 卡車就矮下去了 因為太重了 超載 因為都是帶金書 所以剛剛想說 如果現在不知道說 現在那些去考那種格西是很方便 只要拿一個iPhone在那邊看就好了 到最後 因為以前自己都是要帶自己的金書 一一一一帶 有機會再跟大家講我們考格西 那我們第五年去設拉考試 因為我們都是睡人家的大殿 都沒有別的地方 或者說去睡人家的倉庫 我記得我第五年我們就睡設拉市的倉庫 把它打開和我們去睡倉庫裡面的時候 那到晚上 因為他們知道 小偷知道我們是外地來的人 又覺得倉庫很悶熱 最本來就像我們現在在教室 有時候有些人 你看我說有些人就喜歡 熱的時候呢 大家就坐這邊 因為有風 因為不喜歡風就坐這邊 有些人就會說這太冷的 這邊太熱的 一樣我們在睡在倉庫的時候 覺得很熱不通風要吹冷氣 或者不是吹冷氣 吹電扇 可能有人說我會有風濕啊 我腳痛啊 不能吹不是自然風啊 那個什麼電扇 然後就很熱 又在那邊搶著說 誰可以開電扇 誰不能開電扇的 所以那些印度人就知道 我們是外地來的人 等到 因為晚上睡得很晚 那因為一直在讀書 讀到大概凌晨兩三點 才睡個三四個小時就要去 我說那印度人專門來投東西 用從窗戶 他還設計有一個棍子 可以這樣子伸進來 把你的東西這樣敲起來 所以有一天我記得 那第五年的時候考試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好像有東西 睡得晚上正熟了 有個東西 我就把他抓住那個棍子 我說小偷來了 那個人跑走 那在第五年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回憶在說 考革西的時候有很多 他不只是外在要瞬眼 連那個硬的小偷都被我抓過這樣子 他還來巡邏的 好了 先跟大家講一些的 慢慢之後想說 有機會跟大家講 看那邊的經驗 跟那邊的故事好了 好 那我們上次介紹的 應該是在三主要道的時候 雖然以中大師這邊 我們講的說叫三主要道 三主要道 可是他主要是把整個道次第 整個修心的過程 把它減藥的 惡藥的做一個結合 或者再做一個整理的時候呢 那我們以上是應該說 主要在說從應該說 道之根本為一子三之四 從開始修行 修心道的基礎 從一子俠滿 思為俠滿 思為念史等等等等 所謂的共下世的之後呢 有一分略略了解 看我們現在講到是說 道 共中世道的 四弟 十二形象 透過這樣去思維 而升級出離心了 所以這代表是說什麼呢 以上是他完全沒有提到 任何所謂的菩提心的啊 也沒有提到任何的空振見 隱約背後代表是說什麼 我們去要升級一種正確的出離心 或升級一種符合 我們在有些經書上 大家問我說一個 具象的出離心 具象出離心什麼的 真實的嘛 真正符合的圓滿 不像我們這種出離心 我們是不是 我們各位應該會 我們每個人在座 可以偶爾升級出離心 有沒有 有啊 我也啊 今天我身體不舒服的時候啊 我希望說我可以出離啊 或我今天肚子痛啊 我好想出離這個 我不要這個痛苦 或者說什麼 我們現在是不是 年輕人常常也發生這些事情 就是說 辛苦太困難了 我希望我可以去旅遊啊 我可以處理我這個 一般的生活的形態 它是不是就是 它也是一種出離心 它都有這種出離心 有一層的 可是這不是所謂的 具象的出離心 具象的出離心是什麼 是說 我對三界 輪迴 新世欲 後世欲 這個都感到是 同樣的只是 前後的問題 或者就像我們一般 舉現在的例子是 有些人說 你花那麼多錢 去旅遊幹嘛 過了三天之後 你又回到 同一種狀態嗎 或者說 你去花錢去 外面露營 沒有條件的地方 吃的也不好 睡的也不好 上洗手間 洗澡也不方便的時候呢 那不是說 你自己 換個環境 就是進入另外一種 輪迴來講一樣 這邊來講也就是一樣 不管我們是 今世的欲來講也好 或後世欲來講也好 它還是一種 輪迴的現實 現實的時候呢 所以從這個 從內心 從深處 升起一種 想一言二 從這裡脫離的時候呢 才算是處理的 那這個處理是代表什麼 是不是在前面 它沒有提到任何的 菩提心 也沒有提到任何的空證件 也透由這樣就可以了解說 升起處理心 跟這兩個是沒有任何的 相關聯的 沒有一定的 沒有一定 當然 有沒有說 透由一個空證件 或者有透由 菩提心的一個篡息 對真的升起處理心 有沒有幫助 有 它沒有實質的 好像 以前有些人會有一些 錯誤的理解 或有一些錯誤的想法說 我沒有升起處理心 我就沒有辦法升起菩提心 沒有升起菩提心 是沒有辦法震得空證件 因為什麼呢 因為中大師這樣子寫的話呢 這不是說 一定是 這個次第 我們是不是在一開始講 三主要道 就講說 菩提心沒升起來之前 出離心是不是要升起 這是一定的 可是是不是說 一定要先有 出離 再有菩提心 才可以有空證件呢 不一定 這是沒有一定的次第 可是為什麼在這邊 或者為什麼在別的經書裡面 我們會看到說是 先出離 再發起菩提心 再去修空性呢 實質上的 學習的過程 跟利根者來講的話 應該把空證件 還是放在最前面了 比出離心之前 就已經要先有 空性的證件了 為什麼你看 我們是不是在花了一段時間 在介紹四弟啊 在介紹滅帝啊 介紹卸托是什麼的話呢 我們今天 因為我們在講修行法類 我就不 我們就不講 什麼什麼中意 中意的話 比較是說 我去了解一個 見解嘛 我去學習他的 怎麼去操作 怎麼去運用 要講修行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 我現在是真的 上路了 要走動的一樣呢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 是不是我們說 所謂的空證件 所謂的 有沒有洩托 有沒有滅帝呢 它的關鍵都在於 說建立出有沒有空性 所以你說 我要升起一個說 我可以 對所有輪迴的 看來一樣 去需求這個 卸托來講的話 這個卸托 有沒有卸托 我還沒辦法證明的時候 或還沒辦法 用理路 用正理來證明說 一定有可以獲得呢 你怎麼說 我要去需求 卸托的果位嗎 如果沒有空性的 或者沒有這種 究竟意的道理 我們就沒有辦法 成立所謂的卸托了 為什麼這個是這樣子來講呢 因為一般我們以前 認為的卸托 是不是 我說我也跟大家講說 我以前 剛開始認知法的時候 會認為說 卸托什麼 是好像另外一個 果位啊 也另外一個 國度啊 另外一個 什麼境界 那才算 是卸托 那才是什麼 這不是 這個 這個就是說什麼 這就是我們說 不了解空性的 不了解無我的意思 才會有這個執著 說好像有一個 活生生 有一個硬邦邦的 一個卸托在那邊 那實際的卸托什麼呢 實際的卸托就是說 有 他要了解 修持 而使內心與 煩惱 煩惱障 或者與障礙 永久的分離 永久的斷出 這就是卸托了 可是 心 可以跟這個 障礙 或者跟這種 所知障 煩惱障 煩惱 脫離的話呢 這個在建立在哪裡 我怎麼使 內心分離 怎麼樣去 脫的話 如果沒有說 去了解 真實意 而怎麼可以說 我內心跟這個 這種的執著 講不出來了 或者就是說 這就是變真實了嘛 所以這才是怎麼樣 去建立出 有一個 卸托 而我們一般講說 所以呢 以一個 立根者的 一種 所謂的立根 不是代表他是 聰明 或者說 愚笨啊 或者說什麼來講的話 立根的意思說什麼是 先搞清楚 我還沒有行持 因為 就像我說 我們 例如說 我說從我現在 我這邊我要去 我們來 譬如說大家周遭不懂的 我說我們 像譬如說我們教室 要去 中山女中 對我們是不是 中山女中 離我們這邊不遠嗎 或者說 我們這邊到 華山 是不是有兩種的 可以行走的方法 一個是什麼 我們先 做好準備 喔我這邊如果我要去 華山的話呢 我有什麼工具 我可以騎腳踏車 我可以搭計程車 我可以坐捷運 我可以開車 等等等等 這個路線都想好 我是從這邊 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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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應該比較 明智的方法 而你就不會走冤枉路 一般的 一般說 不要再講 這個我們講說什麼 這叫立根的 因為他先把他 準備的 功夫 做足了 沒有什麼憑感覺的 就是說我就是 之後我一出我這個門 我之後就這樣這邊 我就從這邊 是不是應該很快 就可以到了 因為我都把它已經 摸索好了 都已經 我們說什麼 像台灣很喜歡 我那個SOP啊 或我那種run down啊 什麼那個全部的過程 我都已經在內心 都已經 做好了 可是一定要 從這邊到華山 從這邊到中山女中 一定要這個嗎 有些人沒有 就我說 沒有沒有 我們就是 你不要跟我講 我就是出門 我就走過去 就對了 這能不能到呢 也可以到 要到的果位是一樣 可是是不是這個 就比較 可靠性是 或者他沒有辦法 帶別人 或者說 你看我說 這種他不了解 或者沒有辦法 說他自己能不能走 可以 他有可能摸索 那你說 好你跟我 像 我舉我的例子 因為為什麼我說 每一個人說 那我們要怎麼 來到你這邊 或者你怎麼 我說你不要問我 我知道怎麼走 我可以給你 你的方向是什麼 比如說 你看到便利商店 你左轉 你旁邊看到一個 大樹之後 你右轉 你這邊看到一個 大建築物 你就到了這樣子 我只能用這樣子 我不記得路 因為為什麼 那他的習慣 還跟我們現在台灣的 早期一樣 就是你不懂路的話呢 你這個司機 會把你繞到 你永遠也繞不到 那個地方 就是 一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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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繞到 你到哪裡都不知道 你過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比如說是 我們這邊到隔壁 他也可以把你這樣繞 整個台北市繞 繞完 繞到你那個地方 這樣子 所以之後 以後學的是什麼 就是他只要找這個大城市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至少先去 對自己的方向感 開始要去了解的 他我們 因為這個路 我們也不知道 他沒有那個路牌 什麼都沒有 或鄉下 根本也沒什麼東西 唯一認路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 這邊有一個大樹 有一個怪樹 這邊有一個小農舍 這邊有什麼什麼 從這個習慣 就是以這樣子去認識路了 所以同樣 我們在修行的 或修辭的 他 我們現在了解 等於是說 我先了解 怎麼樣去走的路線 這個了解跟 實際 是不是差很多 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說我了解 怎麼去中山女中 很厲害 可是你 一步都不外出 你了解到這個 你永遠也 到不了 這個女中 這個地方 所以 有沒有說 頓根的方法 比較好 或比較壞 立根的方法 比較好 比較壞 沒有 他去的目的是一樣的 可是他方法不一樣 所謂的頓跟什麼 他就 自己 你要說他可以去幫助別人 或者說要去 第二個人 講出來 他都有很困難了 他也只能自己走 他自己走的時候 是不是那種的 確定性 或者那種的 清楚的 不知道嗎 他都 有可能中間還要再返回來 有可能在什麼時候 或者中間遺失 或中間什麼 那個 位置數變大了 因為他等於是說 我是 摸 我就用摸的來講 可是可不可以摸 對 可以 也有可以 能到 同樣的目的 以來講 頓跟就是如此 他就說 我不用什麼太了解 或者就是 有一個人這樣給我帶 就好了 我不用想到太多的 這事情 而立根呢 就是說 好 比如說 我說我要從這邊走到 中山女洲 我現在要了解說 可不可行嗎 就像你跟我說 你這邊 要走到屏東 走到墾丁 可不可行 可是可行啦 我說這 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你說你走下去 你要走個一個月 你都不一定到了 對不對 我說 你這個是 不能說不可行 可是要先了解 地理是怎麼樣 怎麼可不可能 所以立根來講說 好 那第一 我們想工具嘛 可以用走路的 用什麼的 看之後這個路線 什麼 這幾個路線 我不要 我還可以走捷徑 我還可以到這個 是不是他了解的話呢 這變成最穩的 最快的 最符合這些的 來講 我先了解 去做 可以一一 證明起來 或者說我要去 中山女洲的目的是什麼 我都先了解 再去邁向的時候 中間有困難 有一些的 什麼別的因素 或者我中山女洲 我要帶一群人 一起去的話 我都可以很自在 很安逸的 去帶領他們的 那如果在立根來講說 去修辭 或在修行來講的話 我們應該是反過來 這個上次 這個池地來講的話 他第一個是什麼 他第一個是要整理 建民 或者建立起說 是有空性的 為什麼呢 你建立起有這個空性 你才可以建立出 你才會升起 處理心 為什麼呢 因為處理心 是需求一個 卸托的 沒有這個空證件 它是建立不出來 有道地的 沒有辦法建立出 道地的 沒有辦法建立出 滅地的 沒有滅地呢 是不會建立出 有 有 卸托 這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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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樣說 他 沒有辦法建立 沒有辦法證明的 緣故呢 所以 反而立根者是說 先從理 先由理去思維 而去抉擇 所以我們在 現關庄言論的 注解 就是我們 世子賢大師 我們常引用的話 他前面來講說 所謂的 立根者 是什麼意思 他去分辨 正理 而再去行持 再去升起信心的話呢 這叫立根的 遁根是什麼呢 他不一定是這樣子 剛剛講的那種分析 他就是 隨著信心 隨著 這種一開始的信心 而走的叫遁根 所以 因為我們聽到 遁根立根 會覺得好像 一個比一個好 一個比一個厲害 遁根沒有立根厲害 立根比 這不一定的 他只是 不同的方法 可是遁根 為什麼叫遁呢 你看因為他用的是一種 就是純粹是屬於 信心的而已 他沒有 你說這個兼不兼顧 也都不一定了 而且他 穩不穩也都不一定 可是一個立根來講的話呢 因為他自己判斷了 具體思維的 自己一些困難的 因為他自己思維的話呢 再困難他也都願意說 我來承擔 我再來去做的話 這個是以立根跟遁根的差距 也說以立根的行詞來講 應該是以先有空振劍 再有出離心 再有菩提心會生起的 那 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宗大師應該是要去 射受這些的 菩薩眾啊 或者說想要 為什麼要寫出是 出離心 菩提心空振劍呢 這不是說 初次發起菩提心的 而說 我們設起出離心 到空振劍 這個順序是 確定說 為什麼要說 之後的空振劍呢 不管是立根的菩薩 也講也好 頓根的菩薩來講也好的話呢 他發起菩提心之後 是不是要所謂的菩薩行 依德的菩薩行 所謂的菩薩行裡面的 最殊勝的什麼 就是以菩爾嗎 所以在建立說 菩提心之後 而可以確認 這個空振劍是 往佛陀的道路走的 是什麼 是有菩提心而設持住的 這個空振劍 才是真正成就 佛陀的因嗎 所以他是把說 按照修辭的 因為我們一般的概念 會有認為說 這邊所說的空振劍 是要升起菩提心之後 才可以有空振劍的時候呢 這反而不是一般正確的方法 這邊所說的 菩提心講到空振劍是什麼事 我之前就已經有空振劍了 由空振劍而升起出離心 由出離心而升起菩提心 再不斷地使這個菩提心的 不斷地增長 把剛剛以上所說的 空振劍這個行為 可以導致 佛陀的這個國位的時候呢 所以之後才把說 菩提心之後 講到再次的 或者明確的講出 空振劍呢 這空振劍也就是我們在 普道師弟廣論的科判 它是說 先發起菩提心 跟發起菩提心 而之後而應該去修持的行為 或菩薩行嘛 它這個菩薩行又可以分為 如果總來分呢 我就說 以為承辦智力的緣故 而所修持的六度 為承辦他力的緣故 而修持的四色嘛 所以 現在的出離心 菩提心空振劍的次第 是不是順著 普道次第的廣論的科判 來講的是這樣 它是 為什麼後面講到空振劍呢 因為它講到 要講到六度嘛 菩薩發起菩提心之後 而要行持的六度 什麼是從 布施一直到 般若 般若就是說什麼 就是智慧 智慧的最 智慧裡面最殊勝的什麼 就是所謂的 空振劍的 或者了解空振劍的 這個智慧 所以這不是 以說 升起的次第 反過來來講 應該是 以利根來講的話 應該是先有 空振劍的 所以 我為什麼會提到這個呢 因為我們有些人 會有一些的 好像有一些的疑惑說 我不要去學空振劍 為什麼 你看中大師 在寫 出離心 菩提心 在寫空振劍 我程度不到這樣子 我只要學 菩提心 這件事 我也不用學出離心 為什麼 因為出離心 是會墮入小聖的 大家我們聽到好像 可是很多人都在 這樣認為說 如果有出離心 就會去墮入 他們講說什麼 二聖 去學空振劍 是我發願的就好了 那個沒有關係的 我叫菩提心 我說等於是 我們聽到的是什麼 說 就我常常舉 那個包子的例子 我第一顆包子 也不要吃 我最後的 我要吃到飽的 那個包子 我也不要 我吃中間的 第三顆就好了 那就可以了 那樣子 你說這是不可能的 你要到 吃到某一個包子 要吃到飽的時候 你沒有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到你最後飽的 你說 沒有我要中間 那一個 讓我覺得 最美味的那一個 你沒有前面 你沒有後面 你這樣 中間好像 来抽出來的話 是不可能的 沒有這件事情的 那 所以呢 以剛剛講的 這個次第來講的話 是什麼 是以 一個立根的菩薩 去 行持 修行的時候的 次第來講是 出離心 菩提心 而空生劍是什麼呢 不是說 他 前沒有升起 而後升起 而是說 再次的 不斷不斷的依 出離心 菩提心 使這個 出離心 空生劍 不斷的不斷的 在增長 他不是 沒有而身為有 這個不是 這個 我依據的是什麼 我依據的是 宗大師的 我們在最前面的 日中論三寫 密書裡面 就講了這個東西 我想說 因為大家想說 好像我在講哪裡的話 這是我們從面講說 聲聞 中佛 由佛生 佛由菩薩生 菩薩是 此處所說的三法 而升起的 之後 此處所說的三法 是不是就是 我們講說 以 出離心 空振見 跟造作的菩提心 不是真實 而是造作的菩提心 菩薩是由 這樣子升起的時候 那 是不是所有的菩薩 一定要了解 空振見的 不一定 可是為什麼在講這邊呢 這邊所說的菩薩 什麼是講說 立根的菩薩 立根的菩薩要升起 應該說成為菩薩 要升起來的話呢 他先是有空振見的 是這個道理來 跟大家來說 那他說 那這個來講說什麼 後面又講說 又要再升起 空振見的話呢 他不是說 前沒升起 而後新升起的概念 不是這個 而是說他 之前從 升起出離心的時候 就開始認知到空振見呢 可是那個空振見 等於說 他是無忌的嘛 他是一個 就是一個工具的 可是 這個工具 可以朝著 成佛的因 與否 是說什麼 是有這個菩提心 所以 升起菩提心之後 而是把 以前的那種方法 把它變成說 是成佛的因的話呢 是不是說 這就是說 他有沒有 菩提心的因素嘛 或者就想說 你看 我們說 我是不是以前 我還發現 我說我有很多 美國的這些經驗 而如果來講 它就是以前的 美國經驗 可是現在把 說以前 學法之後 把那些搬出來的話呢 那就不是只是 過往的回憶 可以用這個來做 欲啊 可以做來 表示說 我們要怎麼樣 去思維法意了 以前的那個東西 是無忌的嘛 沒有 沒有什麼東西 可是這個時候 是不是 因為 想要解釋法 來講 把以前的例子 挪用的時候 這就有用了嘛 或者 以前就是 就是它的例子一樣 同樣 所以那空正前來講的話 你說它是可以 成佛的因 也可以 它是不是成為 泄脱的因 也是 它都可以的 可是你確定 它怎麼可以 變成說 它是 走向成佛的因呢 是不是一定要有 出離心 要有菩提心的 這樣子 依依依依依侍 好 所以以上 我們來講說 到這邊來講 我們應該是 在介紹 三主要道的時候呢 我們以上是介紹了 出離心 是什麼東西 那出離心的 為什麼要生起出離心 或者用白話來講的話 出離心的重要性 在哪裡呢 第二個是 如果出離心 是很重要的話呢 那它要怎麼樣生起嗎 这是第二个 我们就讲了 提到了金氏欲 后氏欲等等 那第三个是说什么 那如果你说 处理心是这么重要 涉及处理心的方法是这样子 我实际去 试着做的时候呢 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 处理心是升起来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升起处理心之量了嘛 或者它是怎么样的 它升出来的标准是什么 这一一一的说出 好 那第二个疑惑就会说什么 那如果这个处理心 够不够就让我来说去 成为大圣的修行者 或者这个处理心够不够 就让我来成为成佛的话呢 这个处理心我们说 它是不是成佛的因 还不是成佛的因呢 跟它本身就没有相关联系了 或者你说 处理心它本身 是不是 是趋入二圣的因 还是成佛的因 是什么呢 你说处理心本身 我们是 这是定不出来的 处理心它可能是成为 小圣的因 它也可能成为是 大圣的因 成佛的因 它是要有别的辅助 它自己本身 没有说一定的 所以我们刚刚刚刚讲说 人家说 出离心就会作为二圣 这是我说 这是荒唐的说法 这是错误的说法 你反而说 你要 如果要获得佛陀的果位 如果要进入大圣的 你没有讲 先升起出离心的话呢 你说你要升起来的菩提心 都是骗人的 都没有具象的 都不是真正的一个菩提心 你还可以有跟我讲到说 我没有空振剑 我能不能升起出离心 菩提心 我说可以 可以像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举那个例子 阿底霞尊哲跟荆州大师 以荆州大师来讲的话 你这样子来看 它也没有空振剑 为什么它是持 唯士派的 真相派的 见解 它怎么可能会有一个 空振剑 可是对它来讲 升起出离心 对它来升起菩提心 是一点障碍都没有 一点点障碍都没有 反而它的出离心 是非常强烈 由这样子 它传给阿底霞尊哲的 可是你说 我不需要依靠出离心 我就能升起 菩提心这个概念的话呢 这是错误的概念 或者说 因为有出离心 我就会堕入到二圣 会有 不能去学 菩萨心 或者说什么 如果我没有菩提心 我就学空性 我就很可能 我要去对 了解轮回的过患 我就会升起出离心 我说 那太好了 我说我随心你了 我说如果可以 因为这样子说 特有学空性 升起出离心 这才是可以说 升起菩提心的方法 你没有这样子 没有这样子 你说我要学菩萨心 我要发起菩提心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这样子的 是我们上次也论有讲说 所以 出离心等于是什么 是把方向远到 我自己的这身上 我远着自己的苦 而希望脱离的时候 有油然升起的 希求卸脱的心呢 那什么之叫 出离心了吗 可是我把那个 朝向我的 这个方向的 这种的 的这个心事 我把它朝到 他人的上面来讲的话呢 第一个是什么 那叫悲心了吗 因为我们悲心 是不是说 我远着他人的痛苦 希望他从这个 而脱离吗 没有说他什么方法 他就说我远着他 他痛苦的 他可以从 这个苦中脱离 所以我们每个人 是不是有悲心 有啊 比如说我看到那个 是不是有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 最好玩是 假设我们 因为台湾最近天气热 有很多蟑螂嘛 你看常常蟑螂会 骗人 它就翻在背 这样 那样爬爬爬 你就觉得说 好可憐 它怎么这样子 它就跟你 骗你嘛 它觉得 你把它翻过来 那样子 或者它 它这样这样 它不是真的有什么 它就是 吵过来 这样这样这样 要翻翻而已 然后自己又升起个悲心 希望我从这个 翻过来 然后就说 一般人有时候 我去打 那样子 没有啊 有些人又升起悲心 说那我帮你 扶过来 把你丢掉吧 扶过来 又跑得很快 那样子 哦 那是不是有一个悲心 有啊 也有一个悲心 可是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 是说 我们这边讲 就不是说 我把你翻过来 只是说 我圆着他人的痛苦 而希望他获得 泄脱 哦 这个是什么呢 这还不算大悲心 这只是算 悲心嘛 希望你可以 获得最好的 而 圆到一切的众生 而再把他说什么 再说 希望获得泄脱的话 这叫什么 这叫大悲心 那 大悲心跟正常依乐 是什么说 他的圆的 都是一模一样 形象啊 那差别是什么呢 唯一正常依乐 是说 刚刚我讲的 是说 我圆着他 一切的 众生的苦 希望他获得 泄脱 这个心说什么 可是 以前的那一个 大悲心来讲 他可能是 跟我无关 或者说 希望他好啊 可是现在不是说 我要 去承办他这一份 是我要来做的 我帮助他来 获得泄脱的 我有这个责任 这才叫 真伤一乐 就是你看我们 一般来讲的 很多例子 我们就可以说 因为我们这边 常常会发生 车的事故 因为这个 很重大 那有些我们早上 看到他撞车 是不是有说 哦 好可怜哦 希望他可以 没事情 可是就是 人家拍拍屁股 就走到了 这是什么 这是要 生起了一个悲心 可是没有 真伤一乐 就觉得说 哦 好可怜啊 可是你 可是一个是说什么 他发生事情 我希望他 没有什么事情 可是如果 这一件事 我要来承办 我要来 促成的时候 比如说 我打119 我打什么 我来找这个 这变成是一种 我们才叫 真伤一乐 前面的是 有这个真伤一乐 要生起 之前要先有悲心 现在有大悲心 这是一定要有的 之后才会有 这个真伤一乐 他的反而原的是 一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真伤一乐 跟大悲心的察觉 是什么 是就 这些的 他可以 从这些的苦当中脱离 是 我有职责 我要来承办的 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 好 所以呢 我们上次讲到这边 来讲的话 反而是什么 出离心是帮助于 菩提心生起来的 空振件是有益于 帮助于生起 出离心 菩提心的 所以 反而如果 就是说学习啊 去了解这个 这个来讲 是不是尊者 跟现光专业论 我们常常讲说 反而应该是 先去了解 空性 反而应该先去了解 二帝 由这个二帝呢 我们才可以建议什么 才可能建立出 有四帝 由这个四帝的建立呢 才可能建立出 有什么的卸托 由四帝才建立出 有卸托呢 才有办法建立出 有 出离心这件事情吗 对不对 没有卸托 你需求卸托 有什么用呢 由这样子了解 才可以生起 卸托了 了解卸托是什么 对卸托有一种 希求 由这个希求的时候呢 是不是就说 我才可以想说 我自己成为三宝嘛 这不是只能说 三宝是我外在的东西 而是我成为三宝了嘛 所以他一一这样 所以是不是在 我们在现光专业论 就讲到说 修行及诸地 佛陀等三宝 他是以 自己修持的 生起的次第来讲 学习的 而 生起来的方法 就有很多 也可以说 先由出离 菩提心 空振间 或空振间 出离心 菩提心 各个各个不一样 好 那我们讲上 以上是说 讲完或者介绍到 出离心之后呢 那我们开始准备 要介绍的是 菩提心了 菩提心的这边来讲的话呢 也是一样 应该说 跑步骤大师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他也是分为说 因为中大师 他没有分出这个科判 是之后我们看 别的解释 他还分出这个科判 可是中大师的 写的风格 我们就知道是什么 他说 他还是介绍说 菩提心的重要性 为何要升起菩提心 如何升起菩提心 跟升起菩提心的量 所以以后大家说 你说 我们还是不是大家 反过来想说 我们刚开始上课 一年前的时候 有没有人问问说 那菩萨到一个某个阶段 他需要人家来跟他说 到什么阶层 我说这个菩萨就 不用这样子 他自己都已经 自己了解了心绪 自己了解 他说你是菩萨 我说应该没有一个人 我们事实上是举的例子 就是说 你吃到某一个阶段 你需要人家说 你吃饱了 你说真的要到 这个阶段的话 这个很夸张 应该是自己就可以知道 很容易就说 我吃饱了 我不能再吃了 我再吃了我就要吐了 这样子 同样 菩萨来讲 他在到了什么程度 他不用人家说 你现在是从资粮到 要进入加行 你家行要进入剑道 这是他自己兴趣的东西 他自己当然就知道了 他不用 外面好像有一个人 给你立一个里程碑 说你这边到这边了 你这边到这边了 自己都已经是 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思维 自己的正量 都可以了解了 可是我们先去了解的时候 什么 就是说 我们才是分说 那菩提心的重要性 是什么 我怎么生起菩提心呢 跟怎么确认说 真实的菩提心是生起的 这是我们去了解的人 不是真的 真实生起嘛 我们去了解的一个人来讲 什么叫菩提心的 什么叫出离心 什么叫空振剑的 好 按第一个来讲的话 我们准备先介绍说 在这三个课范里面的 第一个 介绍菩提心的时候呢 我们才是第四十五页 第四十五页的话 我们这边是不是已经讲了说 出离若无净发心 直此休息终不成 无上菩提圆满因 智者当发菩提心 这来讲说什么的话 这个来讲我们就 很容易的 他的字不难 他有很多的 后面的意思是说什么 说 如果 假设以上我们家里讲了说 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呢 纵使是生起这个出离心 为什么他会想说 再次或者再迟的话呢 他说 因为我们中文没有翻了 藏文的话 他有一个说 还有啊 还再次啊 这什么再次的意思 是什么说 以上我们讲了说 出离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 一定要获得才可能讲后面 可是呢 纵使你是有这个出离心 但是是没有由大圣的这个发心 或这个菩提心去设置住的话呢 你以上所说的这个出离心 以上我们讲的这个这么多的功德 这些出离心的作用来讲的话呢 最好是什么 他最多最多也就只能成为是 我一个人获得 卸托的因了 他没有办法 没有什么 他没有办法 变为 没有办法改变成什么 是 最究竟 圆满的 无上的 成佛的因 所以你看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努力 要说要升起出离心 对出离心的修持 对空正见的去了解 如果要成为 把它成为成佛的因来讲的话呢 不是说我培养菩提心 就是最后的大圣发心 才有可能的 或者花了这么多的努力 花了这么多的辛苦 都没有的话呢 太可惜了 你用同样的一个 一件事情 你不用用的 不是正确的方法的话呢 反而是怎么说 可以弄巧成拙了 或者说把它变成 不同的因了 所以呢 他这边自己说 出离若无尽发心 直尺 就是说 我们这些出离心 它成为 卸托的因来讲也好 它会成为佛的因是什么呢 不是他自己本身确认了 不是他自己本身就说 这是小秤的 声闻的因 独厥的因 还是大秤 不是他由他自己来 他本身就说一定是什么 或者说像我们说 你看 花这件事情是好还是坏 如果有那种过敏的人 他完全不能跟花 在一起 反而一直在流鼻水 一直打奔踢 最好他离花远远的 那才比较好了 或有些人有那种气喘 很严重的时候 他一定要跟那花 离得远远的嘛 可是像 就是说像如果我来讲 我好像发现 我到这一生 还没有对任何的过敏 你放花在我面前来讲 要粉严来讲什么 或就是像我们印度的 那个灰尘来讲 也好 对我来讲 一点差别都没有 都一样 一样来讲的话呢 你放一个很漂亮的花 赏心悦目 很漂亮的那样子的话 我自己也开心 佛菩萨也开心 等等来讲的话 可是你说 所以可是放花这件事情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是不是不是由这个花来 确认的 是由这个别的因素 来决定的话 同样 出离心 它是成为二圣的原因 还是它成为 成佛的因呢 它自己没有自主权的 这什么呢 是只要 它不是由大悲心 不是由菩提心 去摄持住的话呢 你纵使这个出离心 是再大的 再圆满 再好的话 这个永远也不会成为 是佛的 成佛的因 也不会成为 我们大生的因 可是很奇怪 就是说 它又是 必不可缺的 它要变成说 是我们升起菩提心 要变成是成佛的因呢 一定要先经过的 一定要先经过的 而这边讲说什么是 出离若无 禁发心 这个禁发心 或者这个禁是什么 是在藏文的意思 是说正确的 它这个禁的意思 是说正确的 没有瑕疵的 这个发心是什么 就是正确的 大圣的发心 我们上次在停课之前 是我们跟大家 有略略讲到说 也有所谓的 小圣的发心 也有所谓的 大圣的发心 那小圣的发心 是什么 就是说 它为我独立的 我自己的一个人 我去油然地升起 希求 泄脱的因的时候呢 那有什么叫 小圣的发心 发起来了吗 只为我一个人 而去希求 泄脱的心 何时升起的时候呢 那就是小圣的发心 而大圣的发心 简单来讲 是什么 就是当他把 刚刚讲的 这个出离心 转向说 我为一切的众生 去希求 佛陀的果位吗 这个时候 这个心在内心升起的话 就是所谓的 菩提心升起 为了一切如母有情 去希求 佛陀的果位 所以 你说他真的了解 佛陀的果位是什么 或者不了解 这都还没有关键呢 还有可能说 佛陀的果位 就是说一个 很圆满的 一个什么事情来讲 他能不能升起来 可以 有些人连 佛是什么都还没认识 他升起 菩提心 有这个可能 这就是 什么叫顿根的 那立根不是 他是了解 佛真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真的要 追求的是什么 再次又这样子 而去升起 菩提心的话呢 这叫立根的方法 所以 这边所说的 出离若无尽发心 只此 休息 终不成 这说什么的话呢 只要这个出离心 是没有被 这个正确的 无误的 所有的相貌 都是亲近的 这样一个 大圣的发心 这边的发心 是指什么 叫大圣的发心 不是随随便的发心 是大圣的发心 我们刚才讲说 大圣的发心 跟菩提心 是一样一件事情 大圣的发心 那因为 发心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 好像是 他初次的发心 或他屈辱大圣的时候 为什么说 那佛心去 有没有大圣发心 或者菩萨众 也有 他也有大圣的发心 这个大圣的发心 的意思是说什么 是说 好像这个人 或这个众生 他跨过去 进入大圣的 那个门槛 在于哪里 所以我说 佛陀我也可以说 他是 大圣的 的修持者 或他是 大圣的 一个成就者 他为什么说 佛陀他可以被 列入 他可以被 说他是一个 大圣的行者 是因为他有 那一颗的 菩提心 等于说 何时生起 他就进入 大圣了吗 如果他没有 这个发心的话 他是不能 被算进入 或者还没有 进入到 大圣的行列 所以不是说 这个大圣发心 代表说 这一颗心是 他初次 发起来的心 佛陀都已经 早就经过 三大阿僧 奇节了 已经到最后的 他的心绪当中的 这个菩提心 还是叫 大圣的发心 因为 由这个心 算起来的话 他才算进入到 大圣的行列了 就是说 不是说 他的 这颗心 本身 佛陀的心 佛陀的菩提心 是他 使他进入大圣 而是 菩提心 这件事情 是合适在 他心绪当中 生起 所以他等于说 进入 或者说 我们好像说什么 例如说 我说 我们 进入这个门槛之后 你就成为了 什么样的 可是你每一天 好像每一天 每一天 过那个门槛 或者我说 假设我们有个公司 说 你今天跨过这个门槛 你就成为 我的公司的成员了 可是你每一天 是不是都跨过 那个门槛 就说 你过了那个时候 就成为我的 这个教室 或者这个公司的 成员来讲的话 是不是之前 就早就已经 成为了 成员 也不是说 你今天 跨过那个门槛 在那个时候 才是进入了 可是 好像是说 我跨过这个门槛 从总的来讲 或者它的标准 是什么 只要从这边到这边 你就 进入这个行列了 你只要 这个舍弃掉了 你就不是了 同样 我们这边所谓 大圣发心 或大圣的门槛 的意思也是这样子 不是说佛陀的 菩提心 是 是进入 大圣的门槛 而是 佛陀 因为他 升起 菩提心 他升起了 这个大圣发心 我才可以说 佛陀 他也进入了 大圣门槛中 是因为他 这一颗 有这颗 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 就是他进不进入 算不算进入 说大圣的 这个行列 或者说大圣的 这边来讲 以他来算 所以 这边来讲的话 钟大师就是说 不管 这个处理心 是培养再大的力量 如果是没有一个 亲近的 正确的 大圣的 发心的 摄持住的话呢 因为这边是 再来讲的话 说实话来讲的话 我们在藏文这边来讲 他是没有 修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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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 我把 因为 我把 一一他的 文字跟大家解释的话 就是说 在此 这个 这个处理心呢 如果是没有一个 正确的发心 或正确的大圣发心 所设持的话呢 或者所谓的 辅助的话呢 他是不会成为 或不会变为说 无上 菩提 无上 圆满 圆满菩提的因 这个修习来讲的话 因为 隐约的背后的内涵 有没有 有 这的确是有的 可是他的 在藏文的意思 他没有这么的明显的 表征出来 就是说 他不会改变成为 他不会变为 不管 你这个 出离心 以及出离心 所修持的 一切的这个 行为来讲的话呢 都没有办法改变为 都或没办法成变为 没有办法 算是 成佛的因了 所以 如果是有智慧的 有聪明的人啊 他如果说 我想要成佛啊 我想要 累积到 大圣的因啊 成佛的因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说什么 应该要 把所有的努力 放在于 菩提心上面了吗 你在于 别的 什么样的方便 什么样的方法 你再培养的 再好的 完善的东西 它都不一定是 可以成为 大圣的 因或成佛的因 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 它可以使他变为 说是 成佛的因的 是什么的话 就是说 有没有有这个 大圣的发心 或菩提心所设斥的 所以这个 菩提心是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 不然我们在 别的经书里面 讲说 空正剑 等于是像什么呢 它像 母性一样 菩提心 成为像 父亲一样 大背心 等于是说什么呢 它等于是像 成为说是 保姆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你说 它不是有 任何的歧视 或有什么来讲 是说 一边以前 你看我说 我们这个人算 这个人算是 美国人 这个人算是 台湾人 这个人算为 中国人 这个人算为什么 什么什么人 或者它是叫婆罗门 或什么来讲的话 是不是你看很多 我们台湾应该 已经比较没有 这个概念了 可是在印度 到今日还有的话 假设是 她家的女生的 印度教 跟男方是 回教来讲的话呢 到目前为止 很多的家庭 会把她的女儿 去把她 应该杀掉 或者把她 就是说 你不可以这样 因为你是 负责要 来生我们 这个族类 你只要跟那个 人 结婚生下来的话 那已经不是 我们的种族 已经不是我们 印度教了 因为 父亲是回教的话 你等于是 败坏我们的 这种 亲近的 传承了 他有这样子 或者是不是 也有很多 回教徒 这很愚蠢的 我说这个是 真的来讲 你会想说 回教徒说 我们的 女儿 如果被什么 被人家性侵啊 被跟别的宗教 别的种族 结婚的话呢 我宁可把那个女儿 杀掉 或者有在英文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中文 怎么翻 有很大的问题 它叫 honor killing 这是 面子的杀害 就直接来翻的话 是说什么 因为我的 种族 我的 应该说 我的面子 全因为你而被 失去掉了 所以我宁可去把 这些来讲的话呢 所以 这个为什么提到这个 我们说是不是 从以前的概念 或者以前的社会的认知 到目前为止 也是说 这个 他成不成为说 奥家中国人 重此他长相啊 一切都是跟 中国人一模一模 可是我就不会 因为他就是 外国人了 因为他什么 他父亲是外国人 他有可能在 台湾成长啊 台湾学习啊 台湾的 什么来讲的话 我常常跟我老师 以前我们的 经历老师 他说 那你怎么样 是说你会 我也常常 跟大家开玩笑 就是说 我持美国护照 我可以说 我是美国人 可是因为什么呢 这永远也不会 成为一个美国人 实质的 真实的 正量 因为我父母亲 都是所谓的 台湾人嘛 重此我是 你看我从 年纪小 从三岁四岁 就去美国 真的在台湾 生活的时间不长 到之后 我离再远 永远还是说是 台湾的 或者说中国人嘛 或者是台湾人 不管怎么样说 因为父亲就是这样 你再怎么变 吃的是美国东西 喝的是美国东西 可是他 这个 传递下下 是没办法 变的 那同样 我们为什么在经书 想说 保母是什么 是大悲心 菩提心是父 空证剑是母呢 因为空证剑 出离心 等这些东西 是什么 是要为 成为小秤的 或者成为佛 成为大圣的话呢 都必须要有的 是不可或缺的 一定要成为 所以是不是像我说 我们要生小孩的话 这个要出小孩 一定要有母亲 哪有没有母亲 就可以生出小孩的 对不对 再怎么样的话 我们说这是女人们的功德 我们男生是没有办法 培养出生小孩的 这是不行的 一定要有的 所以空证剑 出离心 等这些就等于 像母亲一样 他有没有主导 他是变成说 他是中国人 台湾人 美国人 没有 他没有 这是按照以前的经书 那大概 现在我们怎么说 我们就不用 因为我怕 因为现在的网路 什么来讲 什么对女性种族歧视 什么 什么来 没有 我非常尊重女性的 我是说 经书跟以前的旧时代的 或者 你看我们说 这个人的概念 到目前来讲 我们也是啊 你看是不是 你说 一个外国人 如果他在台湾出生 他的儿女 我们也不会说 他是台湾人 是不是 你要到等到说 他变成 父母亲是台湾人 他才可以 来讲 或者说 你看 众子他在国外生出来 我们还说 他还是台湾子弟 对 因为他的父母亲 是这样子的 所以可是 以母亲来讲的话 什么 就像 出离心 跟空政界 他意思 等于母亲的 那 父亲的是什么 等于说 他的 关键 这个可以 成为大圣 还是小圣 不共的 那个因是什么 是在于 父亲的这一边 所以他就想说 菩提心是 大圣的 因 就像如同 父亲一样 因为 主导说 他是否是菩萨 与否 就是以 这个来讲的 那 大悲心呢 为什么讲 像保母一样 虽然是 父亲很重要 母亲很重要 可是中间 没有一个人 帮你抚养孩子 你说 至于我们 现在来讲的话 台湾跟中国 发生很多事情 就是说 出生之后 把子女 就放到给 他的爷爷奶奶 或者外公外婆 那边来讲 是啊 出生 诞生是由 父亲跟母亲 可是没有这个 爷爷奶奶 或者外公外婆 来扶养成长的话 也没办法 所以 前面的准备 中间的扶养 到他成人的时候 也要这样扶持的话 也是关键在什么 在大悲心上面 他像保母 或者一种 扶养的这个角色 所以以大圣 我们来讲的话呢 这三主要道 是很重要 也是什么 和他扮演的角色 每一个扮演的是 不一样的 出离心跟空振剑 等于说什么 像母亲的这个角色了 菩提心等于是什么 像父亲的这个角色 中间到扶持 帮助他 是什么的话呢 是在于说 是以大悲心的 也为什么在说 你看他说 大家如果 大家回去看佛经的时候 我们是说 我们说 前面在讲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的 或者波罗波罗 他是说 是不是有 常常有看到这句话了 说我们讲说 佛母 佛母波罗经 他在讲说 为什么叫佛母啊 现在是说 波罗智慧 空振剑的这个智慧呢 是什么 是诞生佛陀的因 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就像母亲一样了 所以他讲说 佛母波罗波罗蜜多 这是他要生起的东西 叫什么呢 金刚经 心经 八千颂 两万颂 十万颂 什么等等 就是说 佛母波罗波罗蜜的原因 就在这边 他在讲 好 那 所以 是不是同样的努力 同样的在这个处理心 如果 小圣也要 大圣也要的话 那不如我们就用 同样的一个努力 用转一个方法 他就变成成为佛陀的 成佛的因 就是 有聪明的人 有知道 懂得 懂得这种事情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什么 应该去努力于 发起 菩提心上面 等于说 我今天 因为 我今天我们去吃 拍长龙的 这个 一个甜点 我就在想这句话了 我想说 我们今天要什么 我想说你看 每个人在笑我说 我常常被笑我说 我要去排队 吃美食 我说我不要吃那个别的 为什么 我说 我同样要走去 同样要到太阳 同样要花钱 同样这样子的努力的话呢 那同样我当然要吃好吃的 我已经花了这个多努力的话 我要吃到有名的 你给我说 我吃再多再好的 都不好吃的 那有什么用啊 那等于浪费我的钱 浪费我的时间 浪费我的体力 排在大太阳下 所以呢 我要这个的话呢 我是不是先确认说 我要用这么多的努力 那我一定要获得 好吃的嘛 要获得好吃的才值得 纵使要排长一点 纵使要用这个 那应该获得的成果是 比较可以有保证的啊 或者别的话 花那么多辛苦的话 你觉得我浪费了 就没什么了 同样这边的意思 也就是这样子啊 你花那么多努力 要去身体出离心 身体出离心的时候 也要羞耻啊 这也是大小胜共同的话呢 一样的那个努力 不如说我做同一件事情 我可以有保证说 不仅仅是 可以说是吃饱 还可以吃到好吃的嘛 而可以不仅仅是 只获得泄脱 还可以把它确保 它是说成为 成佛的因 所以是不是聪明的人的话呢 应该不是只是说 我只要吃饱 我要吃到好嘛 我要吃到又美食了 那我们就所谓的 掏客了嘛 同样在这边来讲的话 是不是 有聪明的人的话呢 是不是在出离心 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努力的 一定要升起的 可是呢 是不是更聪明的方法 是有出离心 再有一个菩提心的 设斥的话呢 我做了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成为 成佛的因了嘛 好 再以这句话来讲的话呢 我快速的 或者比较简单 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 那个 普普普大师这边 在说说 纵使有一个 强烈的 蒙力的 这种出离心的 想法 或者有这个 出离心的意识 在这一心呢 可是 自己所造的 这个 任何的一个因呢 都不能 或也都没有变为说 是 成佛的 因 因为什么我们在 在波尔经里面 来讲的话 他有说什么 他说 出离心是 身文 独觉 也有的 亦有的 这个 在波尔经 或者在别的经里面说 我们送过去 好像这没有什么意思 可是这个意思是 中间是什么 代表说 菩萨是有 出离心 这个是 不用说的 这个出离心 本身来讲的话呢 是 身文 独觉 他也有的嘛 这不是 成为佛的 不是 成为 大乘 或成佛的 因的 关键不在于这个 因为这是 身文 独觉 也有的啦 那我们要怎么说 真的 来要 成佛的 因呢 或成为 大乘的 因呢 就是在这说 我们这种 以利根的方法来讲的话 这个三主要到 节要有的 而 真正的说 他变成为说 是否是 大善的因 或成佛的因 的关键在什么 就在 菩提心上面 就说 所谓的 清净的发心 如果没有奢侈 没有辅助的 所以 如果没有这个 菩提心来讲的话 是不是代表说 我 再有空振件 也好 大悲心 来讲 也好 所有的 修持 所有的 利乐 所有的 好处 所有的 帮助他人 所有的神通 所有的 什么任何来讲的话 你有的再强烈 再好 再培养 再久的话 这些都不是 所谓的 大圣的因 也不是进入 大圣的 这种的 好像这种行列 或者也没有进入了 纵使说 因为 他是 没有在 为了一切的 友情 而去 希求 成佛 或成为菩提的 这个因 来讲的话 没有成为 大圣的因 来讲的话 那当然 他就不可能 变为说这种 圆满 无上的 菩提的因 因为 没有这个 菩提心 他不可能成为 大圣的因的话呢 是我做的 任何一件事情来讲 他就不可能 变为说是 无上的 大圣的因了 那你知道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就说 从 不管是说 我们布施啊 持戒啊 忍辱啊 什么来讲的话呢 这些都不一定 是我们成佛的因了 这些声闻 也有的 一直到什么的话 声闻到 连说 正空性 现正空性 道地 灭地 等这些一切 声闻也有的 这都没有办法 说是成为说是 成佛的因了 所以 声闻 他的功德 在这边 彭博大师用的词 是什么 他说 他的功德 像大如虚名山一样 黄金的这个虚名山 来讲一样呢 这也都不会 变为说 是成佛的因 也不是大圣的因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缺乏了 菩提心这件事情了 没有菩提心的 这个东西来讲 就是说 好像他做的再好 也都没有味道一样 是我们 我常常上次 有些我们煮饭的时候 两件话 你放盐 你煮的再好 你料再多 不对味啊 不好吃了 对不对 因为最近去跟 有些人吃饭 他就说 这个不咸啊 不甜啊 就不好吃了 你放再多 你再煮的料再好 不要不要吃了 不好吃了 这不咸啊 不甜啊 不是说我不用 我用最好的材料给你哦 用最好的时候 可是就缺乏什么 就缺乏那么一点点的盐了嘛 少了一点点 或者是我说什么 我们大家应该也知道 我说 有时候我喜欢看那个 煮饭的节目啊 去了解 他说什么 你煮的很好 我昨天在看一个什么 他就说 你煮龙虾 他煮龙虾配那个 一种叫 在美国他讲一个叫 叫phenol 它是一种葱 它是葱的一种 一种类别 可是又不是葱 它是没有那种 那会呛鼻 也不会有那种味 它是有一种 跟葱很类似的 他煮出来 他就说什么 你用的材料是顶级的 和这两个是绝配的 可是你少了什么 你少了一点点的酸性 你少了那一点点的 橘子汁 你少了那一点点的柠檬汁 如果你这个就完美了 你把所有的那个味道 都凸显出来了 同样这边来讲说 你修持处理心 怎么讲 很重要啊 你修持空振 就怎么重要啊 你持戒啊 不失啊 忍辱啊 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如果你花再多的时间 你没有那种 最后一点点的那个味道 你提不出它的那种的感觉 那就什么呢 就没有菩提心的这件事 或者没有对菩提心的奢侈了 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它就是缺乏那一点点的 那种 好像点缀 那一点点的 就是你没有这个 就完全不一样 像你看嘛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有些人 他就觉得你这个不甜 你这个东西不咸 或者这种油脂不够 我每次上次我来讲故事 所以我记得 因为我们 虽然我在美国长大 可是每一年都会回台湾 那时候 因为我家人是浙江人 我们是外省的浙江人 标准它是浙江人 所以我比较不像浙江人 因为我不喜欢吃宁波年糕 因为那个会黏黏的 我觉得那个很难吞咽 我家人那时候 是很爱吃宁波年糕 我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喜欢吃那种宁波年糕 就是很难吞咽的这样 可是我喜欢什么呢 是从小就喜欢 为什么 因为宁波人是不是很喜欢红烧 我对 大概每一餐都有个红烧那样子 那个时候我记得说 我觉得是什么 红烧就很美味 很好吃 是什么 吃什么是什么呢 那时候是 红烧的标准是什么 是要有那种 标准的五花肉 五花肉是要 四分之三是要是肥的 有四分之一是瘦肉 我每次回来 从美国回来是什么 我就跟我的表姐 跟我家人她们换 我说那个肥的你全部给我 我的瘦可以给你 我不要瘦肉 我要那个肥肉 那个女生最不要肥怕胖 我说我就专门吃那一块 那一层油 那么厚厚的肥肉 最好吃的你全部给我都 那个皮啊 那个肥给我 她们说没关系我跟你换 那个瘦肉我给你 我不要 那个没味道了 所以就是觉得说 如果所谓的好吃的红烧肉 你一定要有那一层肥 或者像我们台湾 是不是很多人喜欢吃滷肉饭一样 就要有肥 你没有肥 那就不是滷肉饭的那样子 一定要有那个肥 也是要有那个盐 或者要有那个甜 咸跟甜 就差的那一个 同样在这边来讲 圣文他很努力 他很想要成就泄脱的因 很想要圆满的因 可是他没有办法 他所造一切的 他也有慈戒 也有不失 也有忍辱 也有精进 也有禅定 也有空振剑 也有神通 什么都有 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为 就是擦了那么一点点 就是那个菩提心的那一点点 没有把那个味道提出来了 就在这样子的缺乏 而让这个来讲的话呢 也 所以呢 在说 只要有在这种 这个菩提心之有 有的话呢 就像我们在所有的经书里面讲的 乳行论也好啊 乳中论来讲也好啊 经里面来讲的话也好的话呢 这个有菩提心的话 他变成说 一切的天人 人 所能理尽的这个 的对象了 我们来讲说 我们一般引用的 菩提心或这一段的功德 是什么 引用了 我们在看菩提道次第馆 也有引用 可是我想说 我跟大家 因为我没有 因为我背的 从以前我背的这几句 都是藏文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背 我也没背 可是我说 我跟大家讲这个意思 大家应该就可以记得 在菩提心的功德 这边是不是说 他说 只要这个菩提心 所生的这一刹那来讲的话呢 纵使是被 轮回 这个监狱 所束缚住的 这个轮回众的话呢 我们就乘他为教 说他叫佛子 叫菩萨了 这个意思来讲 是什么 你看 在 以前有些人会用这个 你看 他只要生起菩提心 他就是变成是菩萨的 引用的根源 可是 我记得我们老师 跟我们解释的时候 这个是 从更深一层来讲的话呢 他 更深层的意思来讲说 你什么都不用了 别的努力 纵使你身为在 不管是你身为在畜生 恶鬼 地狱的 任何一个地方 本来人家是 辱骂的 看来都是苦的 这是所有的身体 身形来讲都没有 也不会因为发起菩提心 就变漂亮了 他变好了 可是什么呢 纵使是我们在这个 有这个行苦啊 有这个 这种 苦都具备的身 只要一发起来讲的话呢 菩提心一发起来的话呢 不管他长得再丑陋 再漂亮 再什么的话 我们都说他什么 他就可以叫我 称之为否子了 他跟 纵使我们说 我们这个轮回 是不圆满的 本来就不可能是圆满的 因为他是由 业跟烦恼 我们是不是在上次 跟大家解释 轮回的过患 出离心的胜利的时候 就说轮回 就是不可能圆满的事情了 因为他的 因都已经错了 因已经不圆满的时候 你说他要圆满的话 他怎么圆满呢 可是呢 虽然这个轮回 这个身体是身形 身躯是不圆满的 可是只要他 依着这个身躯 发起菩提心的那个时候 纵使这个不圆满的 这个因素 我们都可以称之下 叫做是佛子了 不管他这个是 多好多坏 我们上次是跟大家讲 开玩笑的 就是邓小平的那句话 不管是白猫也好 不管是黑猫也好 他只要说他可以抓到老鼠的 就是好猫了 一样啊 你这个身体是 轮回的也好 不是轮回的也好 他只要生起菩提心的那一刻呢 他就是佛子了 就是所有一切的人 天 都可以理战的 理尽的 对象了 没有这个差别了 那怎么说 因为你看他生起来的 他是 虽然有可能 身闻神 他已经获得了 泄托 可是他再好 他也没办法成佛 所以只要 这个 生起 菩提心的 第一刻的那时候呢 以总性来讲 他就是压过了 都已经 超越了 虽然他自己没能力嘛 是不是我们说 你看 是不是有些 我们上次在跟大家解释 印度 或者在台湾里 也可以看到 这个人 小朋友 一点功德都没有 可是人家就是什么 大少爷啊 少奶奶啊 什么来讲的话 是不是说什么 他一点功德都没有啊 可是他是因为他的 种族 功德 他一诞生的那一刹那 他就觉得好像 他比我高贵啊 比我好 可是 这边来讲 他不是因为他的身份 他只要说 他的菩提心 一发起 一生起来的话 纵使是花了 再久的身份来讲的话 从种性来讲的话 他都已经压过了 而他内心功德 当然还 还差很久 因为 因为以身份性来讲 他有可能已经有 对 限政 空政 限政了 空性了 等等的话呢 可是 只要菩提心 一生起的话 以种性 来讲的话 他马上就 就 超越了 超乎了 这来讲 或者我们是不是讲 说 你看就在佛陀的地址里面 来讲的话呢 为什么说 以身重 跟居士来讲的话 以 再怎么样 我们会 以身重来讲的 前面和居士会后面 不是说他比你高贵 或什么 或什么好 他从种性上来讲的话 重此 比如说这个 像我们 举一些例子来讲 比如说 像唯摩洁居士 绝顶聪明的 可以说跟 你看我们在台湾 我们不是讲说 唯摩洁经 这什么是 唯摩洁居士 是跟 文殊菩萨对变的 而有到这个 这个能力 可以说是 质疑 文殊菩萨 我说这个人 不是绝顶聪明 绝顶 来讲是 所以以正量来讲的话 是没有任何的 差别 不一定要说 他是居士 或神座 可是为什么 一定会说 推起来 纵使这个是 这个沙咪 或这个比丘 什么都不懂 他出家的第一天 他是 朝着这个方向了 他从总性来讲的话 是我们 接近的方便 所以我们会说 那你来讲 或者我说 实际来讲的话 一个 七岁的小沙咪 他从 对法的认知 一定会比我们 已经修学 五十年 六十年的正量 不一定会有 可是也不一定差 可是也不一定会更胜 可是他从总性上来讲 是他已经 想进入修行了 去修学的 从总性上压住了 所以他把它 我们把它往前推 而不是说 他从正量上来推的 那同样 菩提心也是这个 从正量上来讲的话 身文有可能比 菩萨的 很多正量更为殊胜 但是只要 他菩提心一升起了 他总性上 就可以说 他是超越了 这些身文 更不用说是 一般的人了 从总性上来超越了 那同样 我们是不是来讲说 在于我们 在于说 拜三十五佛灿的时候 到最后 他是不是说 我到最后 我连我在 所有的身中 就是纵使 布施 少分给身在 畜生的这些众生的 这个一切的 善根吗 他这边来讲 我说我们 大家如果有记得 三十五佛灿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 他说 从雾使生死以来 予予轮回 寿生促中 下之施予 身旁生促生 这一时之类 这善根吗 这来讲的话 所要 原的是什么 就在这边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只要这个人 只要 或这个众生 他有菩提心了 之后呢 纵使他是小到 小到为 为不足道的说 我是给一个 一分的一个 以花献佛 以小小的一个食物 给予说一个 任何一个畜生来讲的话呢 这个都是变为 成佛的因了 如果不是 有时候你再贯量 再大的 像大如虚名三将来讲的话 这能不能成为佛因 有没有功德 都未必然 都不知道 可是 如果有 这个菩提心的摄持 纵使是睡觉的话 那睡觉都是成佛的因 真的 我说真的 就是如果 只要有这个菩提心的摄持 只要说 从睡觉 吃饭 布施 这些都是所谓的菩萨心 他在无形中来讲 所以也为什么说 你看 我们是不是在佛经里面 他是不是说 哦 纵使是 如果以三千大间世界的 来讲的话呢 去贯量一切众生的话呢 不如我以这个量 我用少许的去 给予或者成事 一个破戒的一个僧人嘛 因为他不是说 他的功德上面 他是因为他进入这个行列嘛 他从总性上面 来说的话来讲 那你在以上的这种 所有的东西 我去贯量一个 实际的亲近的比丘的话呢 比刚刚那个还更为殊胜了 那我贯量 十方三世一切世界的 这个清洁比丘呢 不如我用一分 少许一分去 诚释声闻的嘛 因为他是 真的总 卸脱的 所以这个声闻 也没有分居士 也没有分 身重了嘛 那 以三千大千世界的 这个 去尘世贯量的 一切的 的声闻呢 不如用 少许的去 礼敬 尘阳 贯量 这个菩萨嘛 因为他是为了 一切的重生 那他以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 这个东西来去贯量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 菩萨呢 不如去贯量一尊佛嘛 他以 贯量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 不如一关我们最有关系的 这个佛嘛 他一一一的 做出这个分类 就是说 你看 这个菩萨来讲 他是为了一切的 众生嘛 他做的一切的事情 从 睡觉 到 修止 都是为一切众生的话呢 当然我们 依他 依这个静而去 所做的这个 礼敬 供养 尘世 赞叹 都剩于说 声闻 跟我好像没有关系 重此他是 所以我们常常讲 说你看 人家是不是佛 人家的名声再大 不如说我们 每一天每一天 教我们的经书的 让我内心 有可以 有一点改变的 有对法了解的 这个是我们最有关系 因为他是跟我的关系 是最密切 人家是怎么样的话 纵使他是 名声很大 他的证量很高 可是有可能 我一年看过一次 他跟我关系 不是那么的 亲近嘛 跟我最亲近的 这个人来讲 我可以依他而获得 最多的事情的话 是我跟我最亲近的 这件事情来讲的 所以呢 在于这个菩萨来讲的话 如果他具有菩提心的时候 他去小微布施 一时一分的这样子来讲 这是不是都是成为 成佛的因了吗 因为他是以 菩提心的这个心事 摄持 而且造作任何东西 不一定是只是善的 像说连那个说 刚刚讲的那个说 他一定要好像布施 他持戒 忍入 这才算是成佛的因 就是他以菩提心的设持 他坐在那边来讲也好 他看电视也好 他睡觉 修行 走路 这些都是他的成佛的因了 所以他在无形当中 是倍增倍增倍增的 根本 所以我们说他 累积的资良 累积的福德 是我 像我们这样子的 是努力苦哈哈的 去造作 不如人家在这边睡觉 他都有功德了 可是他之前 他自己努力了 自己努力了 菩提心的这个成果 后面就轻松了 那同样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行为 这个动作 这个善业 能不能成为成佛的因 能不能是所谓的菩萨行 能不能说 他变成说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佛子 的关键都在于什么 就是在菩提心上面 当这个来讲的话呢 发起菩提心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的 诸佛就说 我的子来了 就我们刚刚是想说 我们是以前 记得跟老师 我想说 那时候我跟大家 讲过故事 我想说第一次老师说 子啊子啊 我想说 你为什么叫我子干嘛 那样子 那是亲切的词一样 就是说 进入这边来讲 就是好像 像我们家人一样了 佛头是什么 别的之后 可能还比较疏远的 你发起菩提心的时候 你再远的时候 就是我最亲切的 最亲近的子一样的 那同样什么呢 所以有一些菩萨就说 我的兄弟来了 跟我一样的行列 一起努力了 只要有菩提心 那一刹那生起的时候呢 所有十方一切的菩萨 也都欢喜说 我的好兄弟啊 就是真的是 我们同样一个行列的 那说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说这个人 成不成为说 大圣的进入了 能不能说 能不能菩提心 或者菩萨行 能不能承办呢 能不能累积 三大阿僧奇节的资量的 能不能快速成佛的 能不能快到说 在一生成佛的关键呢 都不是在于说 密法的殊胜 也不是说 在这个法的好坏 这个一切的关键 在于什么时候 在于菩提心上面呢 没有这个菩提心的时候 这个法再好 再大 再稀有难得 我说这都是 法的殊胜而已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自己说能不能 这个关键呢 能不能到从 小字说 能不能成为说菩萨行 能不能变为大圣的因 大到说 我能不能用 一生成佛的时候呢 那关键在于什么 在于菩提心这上面的 所以呢 这一切都了解之后的话呢 如果真的是想要获得 佛陀的果位 想要圆满的 想要究竟的 获得最好的话呢 是不是说 要努力的在什么 是不是在于说 要努力是在于 菩提心 是不可或缺的 一定要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以上 是不是说 知道说 菩提心的重要性了吗 菩提心的重要性 或者说 为什么要升起菩提心呢 那我们下面准备 我把下一次要讲的 我们先念过一遍 下次就不用再念的话呢 第二个科判 就是说 如何 升起菩提心 这个如何升起菩提心 当然我们有说 依着奇因果啊 依着自他相患啊 这个是 升起菩提心的 方法 或者再讲 他没有说 怎么去思维嘛 怎么好像跟我心结合 去思维的话 这边来讲 宗大师是把那个 关键 好像把说 那个方法 知道之后呢 我在行持的时候 真实的去升起的时候 我用什么方法 去思维的时候呢 这边是后面的两记 两个记送是 这两个记送是在讲说 升起菩提心的方法 或者如何升起菩提心 就是说 四大 瀑柳 猛飘机 夜神 警夫 难挣脱 寄入我之 兼铁网 父辈 无名 大岸壁 无边 生死 生父生 三苦 逼害 恒相续 审思 如思 众慈母 当因 引发 殊胜心 这两记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讲说 如何去思维 或者怎么去升起 菩提心的方法 我们下次再在这边 再开始讲这个 好 那我们就请 先回向了 这样子 愿消三丈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普愿 罪障 惜消除 世事 常行 菩萨道 我们下期见